上個禮拜那個範例其實也有帶到有關WORD 其實WORD Excel並沒有區隔 WORD的角色主要就是把資料轉換成表格 把它變成表格之後再放ECL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轉換成表格 因為ECL就是表格 所以你們有個概念 就是說以後如果你要利用ECL來做查詢的話 記得所有的資料要先轉換成表格 而那個表格的結構的話恐怕還是要合理一些些 也就是說不要放資料太多也不要放太少 這個至於怎麼規劃 我想還是要花一點心思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就是再來看有關Photoshop的部分 所以今天那當然 至少你要會準備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就是Photoshop軟體 這個軟體的話我在雲端上有放一個 有其他的版本你也可以用其他版本 那這個版本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呢 它的 它這個使用的方法很簡單 下載之後因為它是IP 你把它解壓縮 那我是把它解到桌面上面 OK 以系統 這個管理者身份 OK 去執行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開 假設你按右鍵 點左鍵兩下沒用的話 那你記得按右鍵 然後把它打開 Photoshop就開起來了 那這個版本的話呢 是CS4 目前好像還有更新的版本 有同學問說可不可以用最新的其他版本 OK沒問題 但是 功能上或多或少有那麼一點點的差異 OK 第一個 軟體的開啟 開起來囉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來練習 那我練習的部分主要是利用那個Photoshop的這個 證照考試的題目 所以這個題目檔 各位可以 打開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證照考試的一個題目啦 那它主要分成應該是我記得是四類吧 跟著講五類 這麼多 那不過呢我們練習的話呢可能沒有全部練習 我們大概就前兩類比較簡單的 來 大概了解一下至少Photoshop的一些基本 功能 那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啦 那你想說老師我以後 想要對 培養這個Photoshop的專業技能的話 那你不妨可以再去 自己再研習那個後面 第三到第六類 那Photoshop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在工作上除了Excel之外 對於那個影像處理相關的Photoshop 應該算是比較基本 還是要 因為現在 除了文字之外就是圖片嘛 而且你會發現現在的人 好像看文章 看文字好像比較沒興趣 看圖好像會比較有興趣 可能大部分都是被圖吸引的 才看那個底下的文字 而且現在慢慢好像要轉移了 除了圖之外 還有影片 有沒有有影片就先點影片 然後呢再看圖 然後再看文字 可能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因為 所以你可能慢慢還要強調說怎麼樣把那個圖做得漂亮一些 然後所以呢我們後面 利用這個題目 總共第一類跟第二類來做說明 那其中的話第一類 能夠學到哪一些技巧 這邊上面有敘述啦 第一類的話主要是針對Photoshop的基本功能 做一些應用 OK 那舉凡就是說後面我們會用到的 像是如何選取 像那個 長 應該 最最最最基本就是說 你如何做影像合成 那影像合成的話 比如說第一個會遇到去背的問題 去背的話就是說你後面背景 假如說是本來是 另外一個顏色的東西 或者另外一個背景 那你希望把 那個背景換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如何做一些選舉的功能 這邊其實都有 所以這上面都是一些相關工具 然後這是第1類 給第1類 那我大概會舉5題 第2類也是5題 所以總共大概 總共10題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呢 第一個請各位先看一下 那理論上我們是 先 以那個證照考試題的雙數題為主 所以請各位今天的話因為第1類 第1類的雙數就102 所以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 先找到那個題目裡面是102這一題 那他這邊有一些作答須知啦 也就是說 如果你考證照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給你一個題目 像這個是10座題 也就是說 考試的時候呢 他只會給你一個 一個 一個試券 那試券上面的話呢 就是會有這些說明 然後並且給你什麼呢 你需要用那個檔案 比如說哪個檔案 他這邊有需要什麼 他說完成的結果是 叫PSD01.TIFF 要完全一樣喔 然後存檔的名稱叫PSA01.PSD 點PSD是Photoshop的副檔名 不過未來 因為第1類全部都叫PSD01的話 那可能這個會重複啦 所以我們未來 也許把這個名稱把它改成 這個什麼呢 PSA 好了 這個後面01的話 你把它改成102好了 比如說這個檔名就改一下 不然每一題都 會是一樣 那他有一些說明 比如說第1個 他要你 先建立一個新的圖檔 所以Photoshop如何建圖檔 然後第2個的話 影像大小是300 300是寬度 也就是說從這邊 到這邊是300個像素 其實300個像素就300個點 然後高度的話是250 所以要怎麼樣 在Photoshop裡面新增一個圖檔 然後設定這些相關數據 另外的話 他的像素 他的基本像素是72像素 可能你要設定一下 預設好像300 所以你設定 假設錯誤的話也會出問題 然後他的色彩模式 必須改成 8位元 底色白色 OK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說 他會有一個什麼吉祥物 第一個就是要去背 所以 這個地方第一個是去背 怎麼樣把去背的這個吉祥物 放到另外一個圖檔裡面去 他會提供給一些圖檔 那至於這些圖檔在哪裡的話 請各位 你們找一下雲端上面 那這個圖檔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是放在 這邊有一個練習檔 比如說今天是102 你就把102這裡面的 這些圖檔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待會請各位 如果要用102 請你按右鍵把它下載好了 但是下載它會壓縮啦 所以你把它下載之後 再把它做一個解壓縮好了 所以 後面總共呢 我們一直到期末 總共會有 10個題目 OK 那這個10個題目的話 之外我們還會有些 就是變化題 就是請大家可能把 類似的範例 變更你可能自己在網路上找一些圖檔 然後做一些練習 OK 所以請各位先 先試試看 大家主要第一個 先把這個Photoshop 這個版本先解壓縮 那執行的話記得 就是按右鍵 如果你點兩下打不開的話按右鍵 以系統管理者身份執行 先打開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找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證照考試題目 稍微看一下 總共先把那個102的題目看一下 那它需要的題目檔其實就是在 一樣雲端上有練習檔 練習檔先把那個 102給下載下來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就是 再來練習看看 如果把那個102的題目 載到那個 我們的Photoshop裡面 喔 那就讓他們記住了 喔 謝謝 我覺得 不錯 這個 貝賺 說 是